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下册第一道七页 三,分数,活动一,二分之一,A,分成二分之一的化钩 二分之一等于一半 哪一个是二分之一呢? 答案是2和3 B,把代表二分之一的部分涂上颜色 只是涂一个部分哦 活动二,四分之一,A,画出代表四分之一的部分 四分之一的意思呢,就是有四个部分,可是只涂一个部分 B,把代表四分之一的部分涂上颜色 也是一样只涂一个部分 活动三,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三 根据指示,给图形涂上颜色 四分之二的意思呢,就是四个部分,可是只涂两个部分 四分之三的意思呢,就是有四个部分,可是只涂三个部分 活动四,解决问题 有一个比萨饼,果平吃了四分之一,还剩下几分之几的比萨饼 一片比萨,两片比萨,三片比萨 答,剩下四分之三的比萨饼 涂黑的部分,代表小老鼠已经吃掉的饼干 谁吃了半块饼干 半块就是一半,一半也等于二分之一 哪一个图形代表二分之一呢 答,琪琪吃了半块饼干 天性有一个月饼,吃了四分之三 剩下几分之几 首先,把图形分成四个部分 天性吃了四分之三 所以,剩下四分之一 三兄弟分吃一个苹果 大哥吃了四分之一 二弟吃了四分之二 三弟吃了这个苹果的几分之几 大哥吃了四分之一 二弟吃了四分之二 三弟吃了这个苹果的四分之一 用折纸,代表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部分 把折纸贴出来 把纸张折成两个部分 然后把一个部分涂黑 那就是二分之一 把纸张折成四个部分 然后把一个部分涂黑 那就是四分之一 看图圈一圈 二分之一 四分之二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根据指示 在竖轴上涂颜色 必须从零开始涂颜色 四分之二的意思呢 就是有四个格子 可是只涂上两个格子 四分之一的意思呢 就是有四个格子 可是只涂上一个格子 二分之一的意思呢 就是有两个格子 可是我们只涂上一个格子 还记得二分之一 也有另一个意思 那就是一半 在这里呢 有四个格子 四个格子的一半 那就是两个格子 哪个图的涂黑部分 是第一个图的一半 把图圈起来 一半也等于二分之一 做到一半 LIV 就能做到一半 在这种格子 你只能做到一半 没有人 这种格子 我可以做到一半 这种格子 我可以做到一半